公开课前 男友为了白月光递给我一杯加料的奶茶 导致我严重过敏 果然像猴子屁股一样红味 哈哈哈哈 次日 他的女神代替我参加省高校公开课 而我也因此错失了带高三的机会 后来他车祸瘫痪 身边的同事朋友无一人大礼时 他又想到我 可我那颗真诚的心 早在他为了别人不惜让我过敏时 就已经丢了 一 临近开学 学校老师聚餐 我到达时 正看见在人群中谈笑甚欢的徐书婉 他母样出挑 家境优越 偏偏性子温婉 平易近人 是不少男老师心目中的白月光 徐老师 你也吃 别只顾着给我们烤 刘主任拿起夹子 加了些牛肉给他 每次都让你动手 我们也不好意思 谢谢主任 你们千万别跟我客气 我就喜欢做这些 徐书婉笑着抬头 眉眼弯弯 暖黄色的灯照在脸上 像照了层光 温柔又神圣 人一起 大家敞开肚子吃喝 畅所欲言 还谈到了我后天的公开课 小和这丫头虽然资历浅 但别说 这课确实讲得有意思 听说后天还有省里的领导来 未来可期哦 这课一结束 小江也要带高三了 压力大着呢 一提毕业班 所有老师都转移了注意力 开始头疼考学压力 只有徐书婉没开口 他脸色平静 淡淡得看不出丝毫情绪 临近尾声 眼前出现一杯奶茶 男友薛瑞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 插上吸管笑着递过来 说累了吧 热的 喝点吧 顺手接过他递过来的奶茶 我浅浅喝了口 喝多了会睡不着 甜甜的味道几乎将我溺毙 还未来得急问出这怪怪的味道 薛瑞又看过来 温柔的示意我在喝点 没多久 我的脸就开始痒了 以为是碰到了什么毛 我下意识挠了几下 刚想拿出手机看看脸 刘主任又提议拍照留念 好了没 五 四 三 倒数还没结束 耳边传来一道惊呼 薛瑞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对面 指着我发红的脸笑道 原来你针对芒果过敏啊 果然像猴子屁股一样红哎 哈哈 他笑得浑身颤抖 我正正的看着前方逐渐扭曲的脸 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的颤抖 镜头里 我的脸已泛起红斑 而身后的徐叔婉 突然弯起嘴角 浅浅的梨窝 看起来美丽动人 二 薛瑞是故意的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可怕的想法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明知我过敏 还递给我一杯加芒果的奶茶 还那样嘲笑我 就算一开始是故意 可见到我渐渐发红的脸 他作为男朋友 不该第一时间上前来关心我吗 为什么 这一刻 我脑子里想了无数可能 等脸上越来越痒 手不自觉的在脸上来回搓柔时 我才彻底慌张起来 要 将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我还是头一次 见到你脸上出现这么丰富的表情 可爱死了 薛瑞掰开我的手 笑嘻嘻的凑过来 你就应该像舒婉那样多笑笑 成天冷着脸 大家都不敢跟你说话 你看你现在这样 多可爱啊 他一边笑 一边拿着手机对我发红的脸一顿狂拍 小薛 你赶紧送小江去医院看看 这过敏严重起来可不得了 同事不满地提醒薛瑞 偏他感觉不到 连连白手拒绝 看着唬人 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江和以前也 舒递撞上我那双平静无波的眼识 薛瑞笑容略显僵硬 未完的话再也说不出口 他定定地看着我 见我突然呼吸困难 墨地慌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我 看着我愈加红肿的脸 和变得急促的呼吸 薛瑞吓得眼圈都红了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话也说不清楚 好在同事当机立断 打了120 我顾不上他 整个人难受得要死 救护车来得很快 我拒绝薛瑞的陪护 让另一位要好的同事跟车了 车门关上的那刻 薛瑞满脸委屈不解 我撑着最后一口气 冲他比了个中指 送他一句 咱们没完 三 再醒来是在医院 薛瑞背对着我打电话 舒婉 要不是你主动提议 代替江河参加公开课 他这次就麻烦了 江河怎么会误会你呢 你就是太善良了 等江河醒来 我让他好好谢谢你 你放心去 江河没什么问题 吃点药就好了 房间很安静 两人的通话 我听得一清二楚 心头吃笑 不知道给了薛瑞 什么样的错觉 让他认定我这么蠢 我受过高等教育 听得见话 看得见是 过敏一事 不是巧合 四 打完电话 薛瑞神色轻松地回头 见我睁着眼 他一顿 关切的声音充斥着耳间 许氏陪了我一夜 他脸色憔悴 看起来没什么精神 我只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你会那么严重 对不起对不起 你不是说你过敏反应很轻吗 怎么会严重到休克 吓死我了 还好我这次测试了下 你现在只需要吃药休息几天 有我照顾 不会影响开学的 他信誓淡淡地说着 脸上看不见丝毫歉意 相反 我还得感谢他的照顾 见我神色淡淡 他脸色不渝 顿了顿又朝我开口 你打个电话给书婉道谢 要不是他主动请应替你去公开课 你这次可摊上大麻烦了 五 一提徐书婉 薛瑞脸色都明快许多 语气也变得温柔 你当时这一倒 刘主任他们都吓死了 在医院这一晚 校长还打电话来询问 我如实说了 你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能代表学校 参加省里的公开课 还好有徐老师 他熟悉课题 所以我就推荐他了 你可要好好谢谢他 他巴拉巴拉说了一堆 意思就是徐书婉善良 顶着压力救了我和学校 我要好好感谢他 我PM都要笑死了 我谢他祖宗恩贝子 谁不知道 这次公开课 是我江河靠实力赢的 徐书婉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 更何况 我瞥了眼薛瑞这个傻逼 这么拙劣的算计 当谁都瞎呢 薛瑞没留意到我眼底的冷色 见我不吭声 以为我还在生气 便在人多的时候向我道歉 见我不搭理 竟直接求婚 江河我爱你 我们结婚吧 他嘴角擒着笑意 慢慢地蹲下身 目光温柔地看向我 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 连个戒指都没有 真当我是好糊弄的 见我盯着他手里的一拉灌溉看 薛瑞不好意思道 戒指回头不给你 可能是我现在的猪头脸太甚人 又或者是薛瑞长着张吉奇正派 且深情的脸 在场的护士和病人都没觉得 这场求婚过于奇怪 反而觉得特浪漫 一群人跟着起哄 我气笑了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道德绑架 薛瑞笃定 我不会在人前打脸他 直接起身 准备将一拉灌溉带到我手上 我反手扣住他的手 将东西扔进了垃圾桶 浪色发冷 什么垃圾也配往我身上带 你有什么闭脸跟我求婚 哪个畜生会拿自己女朋友的生命开玩笑 你给我喝致敏奶茶 不就是为了让我出丑 没办法参加省理的公开课吗 明知我芒果过敏 会有生命危险 你还是将奶茶递给我喝 就为了给徐叔晚这次机会 真当我是傻子 你知道我为了这次公开课 做了多少努力吗 我没日没夜的 套在图书馆找资料 去多个学校调研 时间精力不知耗费了多少 可你竟然为了讨好徐叔晚 无视我的付出 还害得我差点死掉 求婚 去牢里求吧你 六 在医院闹掰后 薛瑞再眉脸在我眼前转悠 我乐得清静 积极配合治疗 好在脸上的红疹 在药物治疗后逐渐好转 我松了口气 在家里备课刷去 这天我打开手机 看到徐叔晚在朋友圈 发了张在省城 参加公开课的照片 薛瑞第一时间点了赞 徐老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你是最棒的 我正正的看着那熟悉的讲堂 心头多了分失落 回过头 视线落在桌前那一摞厚厚的课件上 机会只有一次 这个道理我懂 这一年 我是没机会带高三了 想到那张苍白青涩的脸 我终究是失约了 气 警察以故意伤害为由 将薛瑞带走调查时 被我撞个正着 警察会查证 他被带走后 安排好的教学计划被打乱 主任不得不临时调课 刚开学 大大小小的会议接踵而至 报告PPT课件数不胜数 这一件件凑在一起 有老师开始埋怨 刚从省城回来的徐叔晚 站在办公室门口 欲言又止 这也不能怪薛老师吧 他也没想到 江老师会过敏 开个玩笑而已 乃至江老师这么生气 还把薛老师告了 不少家长 以为学校又出大事了 我不是站队薛老师哦 只是觉得 一件小事犯不着搞这么大 还闹到学校 回头影响学校名声 还妨碍我们教学 徐叔晚人员不错 听他这么说 不少老师也觉得 我小题大做没有分寸 见目的达到 徐叔晚转身就走 我一个跨不上前 直接将他拽回了办公室 吧 原来在徐老师眼里 人命也算小事 其他老师不在现场 不清楚事件始末 我可以理解 可你明明在 怎么有脸说 这是个玩笑 各位老师 如果你们的对象 故意给你吃这米食物 害你满脸红疹 呼吸困难 甚至休克 你们还觉得 这是玩笑吗 不少老师脸色变了 眼底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徐老师 将老师说的是真的 徐叔晚身体一颤 脸色变了变 他没回答 红着脸不满道 可你现在不好好 站在这里吗 所以呢 我拿出手机 翻开过敏时的照片 往离得近的老师 桌前一放 那我差点死掉的事 就当不存在吗 徐老师 我知道你跟薰瑞关系好 但你不能是非不分吧 要不是他使这么一招 你恐怕没办法 代替我去参加公开课吧 好处都让你站进了 我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为自己讨不公道 都不可以吗 还是说 我江河就该被人气 死了都是活该 徐叔晚呼吸一致 发出颤抖的声音 江 江老师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你不能污蔑我和薰瑞 我们清清白白 至于 至于公开课 我只是听领导安排 你不能随意污蔑我 他末地站至身子 眼神直直地看向我 目光冰冷又坚定 我徐叔晚问心无愧 此话一出 办公室彻底安静下来 各种异样的眼光袭来 我甚至还能听见 不少支持徐叔晚的声音 见有人为他说话 徐叔晚底气十足 挑衅地瞪了我一眼 刹那间 我拿起面前的叫案 狠狠地往他脑门砸去 九 周围一阵道吸气 徐叔晚被我突如其来的暴怒 正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可真够好命的 眼看叫案快落在他头上 突然从后方窜出来个人 将他拉开 你看 是薛瑞 他担忧地拉着徐叔晚左看右看 剑眉受伤才转过身 闲恶地看向我 将和你适可而止 一个玩笑闹这么大 也不嫌丢人 我早说过 过敏一事与舒晚无关 我们只是朋友 你不要一身一鬼的 亏舒晚让我多体谅你 红红你 没想到你竟然背着我打人 太恶毒了 舒晚单纯善良 不屑和你争辩 但我薛瑞不是 有本事冲我来 薛瑞喋喋不休地斥责我 丝毫没注意到 身后护着的家人 刻意与他拉开距离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嫌弃 真有意思 受害者有罪论 先不提将老师过敏的是 薛老师你没事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 为别的女人辱骂斥责女朋友的 薛老师清不清白我不知道 但你薛老师肯定不清白 薛老师年轻无畏 有话直说 一番话让薛瑞和身后的 徐舒晚瞬间白了脸 在场的老师更是神色莫变 若之前他们还相信 我过敏是意外 但此刻薛瑞的言行举止 反而像验证了我的话 谁家好男友帮外人欺负自己啊 薛瑞不清白 至于徐舒晚 也不见得有多干净 这件事闹得连校长都惊动了 为了学校的名声 急不耽误教学进度 校长建议我撤销 对薛瑞故意伤人的指控 作为补偿 薛瑞停课30天 并对我进行经济赔偿 至于徐舒晚 她毫发无伤 几句不痛不痒的警告后 顺利接手本属于我的高三 她和薛瑞的桃色流言 压根没将她打倒 反被她利用 将自己塑造成 一个被渣男爱着的受害者形象 楚楚动人惹人怜惜 她出尽风头 我受尽委屈 这样的结果我早有预料 毕竟为了事业编 要以大局为重 好在我与薛瑞彻底撇清了关系 徐舒晚风头正盛 但人品一直饱受争议 至于其他 日子长着呢 10 第一次模拟考结束 徐舒晚所带的学科年级倒数第一 她之前信誓旦旦 保证会将班级排名搞上去 这下不声反将 打脸了 徐老师还是差了点 可不是 要我说就该将老师去教 你看人家的班永远都是年级第一 不得不服啊 对啊 听说他们还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你说这人跟人 几个老师闲聊 压根没注意到门口站着话题本人 徐舒晚郁闷无比 她哪里比江河差 她不信邪 疯了班的想证明自己 她上课提前下课脱堂 试卷不计其数的往下发 也不管学生能不能完成 除此之外 她抢占体育课和晚自习 有时早自习也来查作业 短短一个月 学生怨声载道 做不完 根本做不完 有知情的家长提建议 却被反对 怎么别的孩子能完成 你家孩子就不行 第二次模拟考 徐舒晚班上的数学排名明显提高 她扬眉吐气 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不如江老师 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相信你 徐老师 薛瑞舔狗式的讨好徐舒晚 转头拉下脸 对着我目录不满 江河 你跟舒晚道个歉 要不是你带头挑拨惹出闲话 舒晚怎么会有那么大压力 现在她用分数证明了自己 你也别老揪着过去不放 话音刚落 在场的老师皆是无语 嘴角扯起一抹嘲讽的笑 我漫不经心的朝脑残党看去 徐老师真当自己是个脚了 什么场合都要演几场 先不说挑拨这是与我无关 但大家说的话哪里不对了 他是不是脑子没我好 是不是教的比我差 大学时我年年专业第一 他呢 忙恋爱忙不考 在学校我带的班 成绩年年都抄他一大姐 要不是你耍手段 他哪有资格带高三 凭他能力差 脸皮厚 十一 整个学校都知道 我当众给徐书婉没脸 校长让我低调 别打击新老师的积极性 薛瑞恨极了我 成天跟同事说我坏话 我反手一个收款码 有时间散播谣言 不如赔偿经济一下 怕我催钱 薛瑞收敛不少 徐书婉自那天后 更加发愤图强 他高强度给学生安排数学课 速度快难度高 很多学生跟不上进度 没几天 有学生压力大进医院了 同班老师叫苦不迭 徐老师将时间都霸占了 学生们都反映 没时间做我的英语题 我物理也是 语文 短短一个月 徐书婉凭一己之力 得罪其他课老师 数学是很重要 但其他课也重要 听说他还区别对待学生 可无论别人怎么议论 他都不为所动 将徐氏教育方针贯彻到底 我虽看不上他 但也知道亚苗助长不好 便下意识提醒 你这么高压 学生会受不了 话音刚落 徐书婉脸色战红 突然朝我怒吼 够了江河 我也是重本毕业 考过教资的人 不需要你教我怎么教书 你不就是怕我教出点成绩 压你一头吗 我最讨厌你这副云淡风轻 自以为是的模样 我的学生我做主 你一个教高一的 有什么资格指导我一个高三 你凭什么 十二 我和徐书婉认识十年 高中时他就出了名的要强 那时他刚从乡下转到市里 英语底子差 迟迟跟不上进度 老师便让我多帮帮他 他不仅不感激 他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提高成绩 他拼命学习 牺牲吃饭时间做题练听力 好几次还因为低血糖晕倒 最后成绩是提高了些 但与我还是差得远 我越被表扬 他越想超过我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最后还是被我远远甩在后面 所以他一直恨我 与薛锐纠缠不清 也只是为了赢我 见我沉默 徐书婉像之斗圣的孔雀 不停控诉我多管闲事 他如此趾高气扬 有老师看不下去了 你说教老师没资格 那谁有资格 你高三怎么拿到手的 你不承认不代表我们都是瞎子 要实力没实力 要资历没资历 说实话 我早就看不惯你这副样子了 表面圣洁白莲花 背地里全是算计和诡辩 男人瞎我可不瞎 说话的女老师有背景 徐书婉被他数落得面红耳赤 却不敢出言反驳 红着眼气跑了 这边受了气 徐书婉转头将火撒在学生身上 好巧不巧 这孩子正是与我有过承诺的学生 徐子言 徐子言是第一个接受过心理辅导的学生 那时他13岁 经历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 他目睹父母被活埋 巨大的恐慌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辅导时他总不开口 只低着头缩在墙角边捏拳头 整整半年才愿意说话 后来他逐渐好转 可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 虽然许舅舅对他很好 但舅舅也有自己的家庭 老婆孩子越父越母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纳他 他们趁舅舅不在家 磕带托尔塔 搞得他谨小慎微又自卑 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学习也一落千丈 他曾问我 姜老师你能当我的老师吗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很喜欢姜老师 一见你就开心 徐子言的生活灰暗沉重 但他看着我的那双眼睛干净澄澈 充满欢喜和嬉悸 所以我拼命努力争取机会 就是不想他失望 可最后一杯知名奶茶 让我与机会失之交臂 这次模拟考 他考得很差 尤其是数学 徐子言你怎么回事 数学成绩倒数第一 全班平均分都被你拉低了 你还想不想上大学 你要是不想就回家 别在学校浪费时间 听说你舅舅在工地干活 你这样对得起他交的学费吗 他旁若无人班的 将徐子言的家庭隐私 暴露在学生面前 对他言语攻击 徐子言试图开口 却被他对了回去 你还回嘴 真是死性不改 拿着试卷站后面去 十四 徐子言红着眼找我时 我正在办公室批改试卷 小姑娘心理承受能力低 但纯真善良 只是开导几句他又开心起来 我主体给他分析考卷 等他全部听懂后 又将他送到公交车站台 不瞧 被徐书婉撞个正着 他狠狠地瞪了眼徐子言 而后怒气冲冲地越过我 我怕他使坏 便告诉徐子言有什么困难 可以来找我 徐子言笑着硬了 周末 我按照约定给徐子言 发了段可爱的小狗视频 相信老师 不要因为那1%的话 否定你100%的努力 虽然不会人人都喜欢你 但总会有人喜欢你 意外的 徐子言没有回复 我当他学习忙 便没有追问 继续将视频加工剪辑 放在社交平台上 短短一天浏览量破万 还有很多暖心治愈的评论 晚自席前 我跟同事分享视频时 恰好被薛瑞撞见 他很不屑地说了声 江河 还导致你那粉丝 不过摆的小某书呢 你说你老师当得 好好的非整这些虚的 我看你 就是想借着互联网红 想赚钱 真是虚伪败金 不像徐老师 整天忙着提高学生成绩 他毫不遮掩对我的恶意 全然忘记 当初支持我这么做的人 也是他 大学期间 我俯修心理学 遇到的学生案例中 他们大多不安焦躁 自卑敏感 但了解后才发现 他们其实 对世界充满好奇与稀迹 容易受伤 也容易被治愈 非非即白的世界 小小的善意 便能治愈大大的悲痛 偶然一次 我发现 这些孩子或多或少 都喜欢动物 那时我就有了这个想法 拍些治愈人心的小视频 有时是人与人 与薛瑞刚在一起时 我跟他提过这件事 那时候他还不认识徐书婉 对我的提议很赞赏 他说 江河 你说我见过最善良的姑娘 没有之一 十五 我懒得搭理 薛瑞却认定猜中了我的心思 他目录鄙夷 得寸进尺地警告我 你别再耍手段 针对书婉 他的努力 大家有目共睹 他凑到我耳边 提声威胁 你要是再敢伤害书婉 我就将你的秘密说出去 秘密 倒不知有什么秘密 能让他特地警告我 见我镇定自若 薛瑞耻笑一声 江河 我是真想好好跟你在一起的 可没想到 你为了敬意中当老师 竟然委身那样的男人 那人年纪大的 都可以当你爸了 你真是 他摇摇头 失望地望着我 我根本不想反驳 说什么 难道说那人是我二爷爷 那时我即将毕业 二爷爷路过学校来看我 顺便问问我的职业规划 我叫过薛瑞 他拒绝了 后来他找工作不顺时 又想起了这事 我怕他知道后 想找后门 便随口应付过去 没想到却被他误会 也许从那天起 他就变了 现在想想 幸好没解释 有时间操心我 不如看看 你银行卡上的余额吧 这个月的钱 要没按时打到我账上 我不介意 再让警察催催你 你也不想让徐老师 再看见你被警察找吧 我轻视玩笑的语气 薛瑞感觉被侮辱了 他刚想抬手打我 却突然一副被吓住的模样 只听见啪的一声 紧接着 楼下传来一阵惊呼 有人跳楼了 16 徐子言跳楼了 他留下一书说是 学习压力太大 不少家长目睹现状 这件事 想低调都低调不了 短短一天 所有学校都知道 事宜中有高三升 跳楼自杀了 如今失声关系紧张 一点小事都会被捕风捉影 更别提人命 学校陷入舆悬涡 不少网红媒体 跟风驻守在学校门口 逮着人就问 徐书婉被警察询问 领导警告 学生们也跟着不听话 各有同事冷言冷语 他觉得糟糕透了 可课不能断 他还得备课 他心力交瘁 满脸憔悴 警察都认定是自杀 但学生家长又来闹事 我们家孩子 怎么可能会自杀 我打听过了 这个徐老师 成天逮着我们家子言欺负 说他笨说他考不上大学 浪费钱浪费生命 还影响他评比 法医也说 我们家孩子 手上有体罚的痕迹 班上孩子也能作证 怎么 你们学校是要包庇杀人犯吗 纵使被保安拦住 许家舅舅还是疯了班的往前涌 他的恨意一出眼底 吓得徐书婉不敢抬头 体罚学生这种事 虽然明令禁止 但每个学校或多或少 都有这种事出现 只要不太过分 学校都不会管 但现在涉及到人命 没人敢开口 偏薰锐看心上人 落泪害怕的模样 生起英雄主义 说谁是杀人犯呢 徐老师只是正常授课 你们家孩子 学习压力大想不开 怎么能怪老师呢 按你这么说 怎么别人不自杀 就你家孩子自杀呢 这一出详至言论 硬生生让校长黑了脸 薛锐是高材生 教学能力不错 和同事相处还行 但一遇上徐书婉 这脑子就像浆糊一样 出言全是实 这就是你们一中老师说出的话 怪不得 原来都是一丘之和 许家舅舅晃晃手机 我录着音呢 就这话不得让全国人民都听听 许家舅舅 校长出声缓和 可薛锐这不怕死的硬是 将气氛降至零下 听就听 我们行的端坐的直 问心无愧 我记得你们家徐子言 那天放学后 是哭着从江老师办公室出来的 也许罪魁祸首是他呢 十七 你放屁 许家舅舅强势摆脱保安 冲到薛锐跟前 死死的钻紧他领口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污蔑江老师 他是我们许家的恩人 地震那年 除了许子言和舅舅 许家其他人都死了 失去亲人和住处的 许子言被舅舅接走 他竭尽全力 给许子言提供好的生活 但因为没文化 只能做些苦力活 上有老下有小 许舅舅的生活很难 许子言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那段时间 他的心理测试结果很差 我了解情况后 替他们联系了救助机构 并为许舅舅介绍更轻松的工作 还承担了许子言上学的学费 许家不依不饶 许书婉拒不担责 学校只能出面协调给点钱 但许家舅舅不是为了钱 他心疼外甥女 想要替他讨回公道 这件事闹得人心惶惶 学校怕重蹈覆辙 还专门外请医生 为学生进行定期心理辅导 许书婉停课一周 至于薛瑞 他因为那句怎么别人不自杀 就你家孩子自杀被网爆 网上都在斥责他 不配为人使表 学校为了安抚舆论 将他停职 18 一周后 许书婉回学校复课时 发现他被学生家长抵制了 校长迫不得已 安排另一位资历深厚的老师接手 并安排我辅助一二 事后 许书婉来找我 江河 到最后 你还是没带上高三 还是没赢过我 明知自己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了 却还是不想认输 他依旧那么自大 那么无所畏惧 可那是一条人命啊 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 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没了 你不道歉 不自责 来我面前要舞阳威论输赢 你凭什么 就为了与我比个输赢 你有这个本事吗 从小到大 你什么时候比赢过我 许书婉你就是个垃圾 你费尽心思抢了高三 结果呢 你疯了一般压榨学生课外时间 体罚辱骂区别对待学生 这样的你也配跟我谈书营 我定定地看着他 目光坚定 这辈子 你在我这里永远都翻不了身 面对全办公室看戏的目光 他心虚但故作镇定 许子言的是 我很遗憾 但我问心无愧 你也配用这四个字 你要问心无愧 我就要天天行道了 许子言那天 为什么哭着从我办公室出来 那是因为你说他是废物 说他问问题 就是浪费你的时间 说他考不上大学 只能做个拖累 这要是你不如死了算了 19 许书婉辞职了 在我当面揭穿他后 他接受了所有同事 嫌无目光的洗礼 可法律判不了刑 我去了许子言的葬礼 他安静地躺在棺材里 整个人小小瘦瘦的 看一眼都心疼 临走时 许舅舅给了我一张照片 这是子言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他放在床头 每晚都要看 那是他的初中毕业照 瘦小的姑娘歪头笑着看我 一手拿着我送的向日葵 另一侧的手 小心翼翼地牵着我 照片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最好的姜老师 和未来会变得更好的我 20 许书婉走后 薛瑞被孤立 学校在抓成绩的同时 也更加注重学生心理健康 我在工作之余 也联系了大学心理学的教授 探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随着时间流逝 许子言事件渐渐被遗忘 所有人都回归日常 只有他的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 许家舅舅等到了学校的赔偿 却没有等来许书婉的道歉 寒假之前 许舅舅在媒体的支持下 将许子言的日记和录音公开了 许子言你是猪吗 这么简单的题还错 我要是你都没脸上学了 许子言 有问题自己解决 别浪费老师时间 耽误成绩好的同学进步 许子言你是废物吗 这道题我讲很多遍了 你为什么还不会 我上课的时候 你有没有认真听 你真是托死我们班了 凭着这些录音和日记 许书婉三个字被顶上热搜 许子言事件再次被媒体翻出来 紧接着还有无名人士 曝光了许书婉体罚学生的照片 连薛瑞那时的无脑言论 也跟着被翻出来 两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网报 也不知道两人得罪了什么人 还是怎么的 我被故意吃下致命物 导致休克的事也被人翻出来 除了我人民被隐藏后 三人的情感纠葛 也被媒体写得很狗血 薛瑞还在学校工作 可那时我们还没分手 被捶后 学校不得已以作风问题 开除薛瑞 这一件一件总要给大众交代 事情闹得很大 连我爸妈都看到了视频 你王爷爷被薛瑞这小子气病了 你回来看看 我去医院时看到了薛瑞 他守在病床前一声不吭 沉默听着恩师的训斥 我怎么教出了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小和多好的孩子 你不珍惜非看上学书碗 眼睛瞎了吗 爷爷恨铁不成钢 一边捶胸一边训斥薛瑞 等发完火 薛瑞才缓缓解释 老师我知道你偏爱江河 可我才是您的学生 你得站在我这边 当初要不是您牵线 我才不会跟江河交往 我早说过不喜欢他这种类型 你 王老爷子约人无数 没想到林老瞎了眼 还将这么个祸害 送到从小看着长大的姑娘身边 想到江家这棵毒苗 差点被自己害了 老爷子急火攻心 又气晕了 21 与薛瑞的恋爱 虽然结束得很不体面 但我觉得开始还是很美好的 可现在耳朵告诉我 薛瑞只是暗于恩师牵线 迫不得已与自己交往 真是可笑 不情愿还谈好几年 我的青春不值钱吗 想到王爷爷被弃病 想到自己经历的一连串恶心事 江河心中生起了一股怒气 那种被人无视的愤怒感越来越浓烈 不是看不上他吗 不是觉得高中老师的身份很体面吗 要是没了工作 薛瑞他还有什么可傲的 我直接将他私下收费补课 收受家长红包的事情举报出去 经调查情况属实 薛瑞被学校开除 22 听说薛瑞找恩师帮忙被拒了 同门师兄弟听说他的事也没人帮忙 这一年 我带的班数学成绩排名第一 同年 我代表学校被评选为是优秀青年教师 两年后 我带了三年的学生高考结束 班上90%的学生考上本科 三个清北 十个985 十三个211 有记者采访我 听说江老师第一次带高三 就创造了一中历史 有什么想说的 我笑着回答 每个学生都是一朵花 他们花旗不同 不必焦虑 不必自我否定 世界很大 时间很多 你们都很棒 二十三 高考后我辞了职 加入知名校有创立的慈善机构 阳光心理咨询 徐子言去世后 我一直自责 如果当初我不过敏 就能顺利参加公开课 接手高三 亲自带他高考 这件事也许就不会发生 要是我对他的关心再多一点 要是我那天观察的再仔细一点 要是 无数个可能 却依旧换不回来那张鲜活的笑脸 这两年 我忙得像个陀螺 可每当夜深人静时 我看着那张与徐子言的合照 我才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 我喜欢教学 喜欢与单纯的孩子相处 老师很多不差我一个 但学生的心里却没有那么多人关注 所以在学姐提出这个建议时 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我希望看着孩子清澈的笑脸 想 他们 他们 欣赏开花 二十四 加入学姐的慈善机构后 我致力于推动学生心理治疗的普及 我还考了心理学研究生 入学后 我利用身边的资源 积极与各大高校建立联合心理咨询室 为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添砖加瓦 过程有阻碍 但支持的力量更多 我享受这样的生活 这天 与一中曾经交好的老师 谈论最近的生活后 他突然告诉我 你知道吗 薛老师被车撞了 听说瘫了 他一直不喜欢薛瑞 与其有些幸灾乐祸 见我不出生 以为我对他还有感情 忙提醒我 你可别善心大发 这种人就是活该 我点点头 都是报应 那些过往的仇恨 在听见他残废后 也只剩下一句唏嘘 可没想到 他竟然会主动找我 听说你一直专注 青少年心理健康 我一直都知道 你心地善良 没想到你现在这么优秀 他一改往日的骄傲 在我面前谦卑不已 夸赞的话 不要钱的往外说 想想交往的那几年 他还真没怎么夸过我 真是好笑 有话直说 我不觉得 跟你还有寒暄的必要 我 到底还要脸 好伴上才知之无无道 小和我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分手后我才发现 自己喜欢的一直是你 想跟你求婚也是真的 我 打住 我打断他的话 不耐地回道 不是吧薛瑞 我是赫山大佛吗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些 你现在一没钱二没工作 找我 该不会想让我 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让我帮你吧 不是吧 不是吧 25 被我羞辱后 薛瑞仍不放弃 他不厌其烦地给我发信息 小和 我真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那时真不是故意的 是徐书婉说 没事我才那样的 我心里只有你 现在 徐书婉不再是 他心底的白月光 我也不再是 他讨厌的烂米粒 试图唤起我的回忆 我拉黑他后 就换号码 换社交软件 反正总有办法联系到我 看起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26 薛瑞这么不厌其烦地恶心我 我也不能不回礼 花了一天时间 将他的英勇事迹 整理成PPT 警告他在这样 就寄给他老家的亲朋好友 人手一份 他没敢再找我 而我又投入新工作 这两年 我们机构越做越大 由城市逐渐扩大到乡镇 临近暑假 我与团队伙伴 去地方县二中 为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到学校门口时 看到有人正扯着徐书婉大骂 你个不要脸的婊子 辅导学生作业 辅导到我家床上去了 你还要不要脸 当着孩子的面 你都能跟男人上床 怎么那么贱呢 大家快来看看啊 这个不要脸的老师 跟学生家长搞破血 无数比异的目光袭来 徐书婉羞愧地垂下头 他哪里知道 这个黄脸婆会突然回来 要不是他老公说 有本事能将他调走 他才不愿意 伺候这么个丑东西 忍不下这口气 但又怕被人拍视频 徐书婉只能缩着头不吭声 哪成想 大家见他沉默 人直接扯着他头发 往密集处脱 这下 徐书婉不得不反抗了 可刚抬头 他就看到了江河 最不堪的一幕 被最讨厌的人撞到 徐书婉正在原地 看过去的目光 突然没有了焦距 听说从事宜中辞职后 徐书婉找关系 调到了现初中 这里鲜少有人知道他的事 他谨小慎微一段时间后 又原形毕露 他干出勾引学生家长这种事 还被原配抓得正着 你很得意吧 徐书婉头发凌乱 抖着双唇苦笑 你现在是不是在心里笑话我 见我不吭声 他目光落在我朴素的工作服上 听说你辞职了 我以为你有了什么更好的去处呢 可现在看来你混得也不怎么样 要不然怎么会到这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 每个老师都说你优秀 可最后呢 你不也没当成老师 你不也得到这种穷学校来 你也没比我好多少 他自说自话 直到最后还一直贬低 我痛苦落魄 他就幸福快乐 这是病 对治 没再搭理他 我丢下一张名片 没事去我那里做做 给你把折 27 薛瑞死了 听说是去参加徐书婉的婚礼时 落水溺死的 从县城回来不久 我就收到了徐书婉的结婚请柬 听说那个学生家长为他离婚了 薛瑞收到请柬后也吓了一跳 他不愿相信曾经的女神会嫁给一个农村人 在他心里 徐书婉是女神 女神就应该端在高处 他想 徐书婉既然愿意嫁给一个农村人 那他这样的高学历城里人应该也不会拒绝 更何况他们还有过往的情谊 他马不停蹄的下乡 满怀希望 却被女神羞辱 你一个瘸子 怎么有脸说出让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是年纪大 没文化 但人家有家底有钱 你有什么 残疾吗 曾经温柔善良的白月光彻底换灭 用无数伤人恶毒的字眼 残忍的在男人受伤的心口上撒盐 薛瑞后悔万分 这才想到江河的好 临走时 他还听到不少闲言碎语 说新娘是如何不要脸 当着孩子面勾引学生家长 闹得人家妻离子散 他失魂落魄的推着轮椅走了 却突遇暴雨 一个不留神滑到河里 乡村道路长而无人 薛瑞活生生溺死 28 警察联系我时 我正在外地出差 请问是薛瑞先生的女朋友江河吗 我们在死者通讯录里 看到他的备注亲亲女友 他出了事 请问你有时间来趟公安局吗 没想到他还留着我曾经改的备注 刚确定关系的我们 像无数情侣一样 备注黏糊又腻味 只是没想到 经历过这么多事他竟然没改 这一刻 我突然好奇他给徐书婉的备注 可下一秒 我又突然笑了 想什么呢 无关紧要的人而已 我跟警察表明我们的关系 并告诉他们薛家人的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 我爱莫能助 29 阳光心理咨询室规模越来越大 不少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相继加入 可随着时代发展 校园霸凌 原生家庭 青春期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学生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 机构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忙得焦头烂额时 好伙伴问我 后悔吗 我从堆成小山的档案后抬头 伸了懒腰 指着窗外穿着校服 青春洋溢的孩子 后悔没早点开始 30 多年后 我成了心理学界的大拿 机构的工作也越来越规范化 我脱手交给学生 自己则致力于乡村学校心理咨询建设 普及心理学教育 这天 我在外地出差时 收到一份来自现役中送来的病例 这个孩子有极大的心理创伤 小学时 父亲酗酒家暴母亲熟视无睹 上初中后 因为发育良好被父亲朋友猥亵 告知父母反被辱骂 与此同时还因身材问题 被同校学生霸凌 直到高中住校 老师才发现 这孩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甚至有自残的现象 看到资料最后 家长出写的名字 徐书婉